根据巴黎奥组委的计划 当地时间的7月26号晚上的7点30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7月27号的凌晨1点30分 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将在塞纳河上拉开帷幕 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的各国运动员代表团 将乘船前往主会场 运动员乘船入场途中会经过哪些地点呢 相关的准备工作如何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所发挥的报道 据介绍 故事当天各奥运代表团的 6000到7000名运动员 将乘坐85艘不同颜色的船只 前往庆祝仪式的现场 举行射箭比赛的荣军院 举行滑板 霹雳舞等比赛项目的 协和广场等奥运场馆 都在行进的路线两侧 从奥斯特里斯桥到耶拿桥 从我身后的卢浮宫到巴黎大皇宫 再到埃菲尔提塔 这一路运动员不仅能够欣赏到 设有奥运会比赛场地的地标 同时也有诸多的景点 还有近十座造型各异的桥梁 这让本季奥运会开幕式 走出了相对封闭的体育场馆 来到了更加开放的城市空间 在运动员们行进的过程当中 赛纳和联图也会安排 音乐 舞蹈等等各类文艺演出 那就在巴黎市政厅的核对案 当地的舞蹈演员们 正在为26号开幕式的演出 进行紧张的彩排 官方表示开幕式当天 将有约3000名舞蹈演员 音乐家等演出人员 将在河流两岸和途径的桥梁上 进行演出 那么在开幕式当天 现场的观众们将会在哪里观看 运动员的船只和两岸的文艺演出呢 那其实在岸边还有赛纳和穿行而过的各个大桥上面 都搭起了很多像我身边的这种观众作息 那此外呢 还有80个左右的屏幕和相关的音响设备 来方便观众们现场去观看开幕式的细节 据介绍 开幕式的全部流程预计将持续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大约30万人将现场观看开幕式 当我们看到埃菲尔铁塔上的奥运五环标志的时候 就基本上抵达了运动员入场的终点 我身后的埃菲尔铁塔下面的战神广场 本身也是一座比赛场馆 它是临时搭建的沙滩排球的比赛用地 那开幕式当天呢 运动员 教练员和代表官员们乘船抵达附近水域后 会从埃菲尔铁塔的一侧 穿过我所在的耶拿桥 来到对面的特罗卡德罗广场 相关的开幕仪式很多环节都将在这里举行 那目前我们看到现场的搭建 装修还在收尾阶段 也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